新股经常说那句,炒供求 就是肯炒就OK 我想会用那个招股价来做一个参考 如果你说收到招股价博上去 那你进场冲进去 你就用招股价来做一个指示位部署 如果你说潜水的 那我就不建议大家搅着 所以你看到最近其实有两只新股都炒得不错 一只大家经常都会吃的 他之前大潜水 大潜水一轮之后一抽上招股价 接着就炒了一招劲 我想这个可以参考 另外还有一只机器人 2252 微创机器人都是的 他还是一开波就潜了水 然后有一只大人粥抽上来 接着就没什么特别再穿过招股价 所以我想变成炒这些新股 炒供求之余看图 你看图搜到招股价上去 那你自己怎么推高指赞 或者破位追入 自己短炒以自己夹实 不过我想都是要自己看得很实的 因为这些随时 就是说钱一走的话 他可以散Bang散得很快 所以只適宜贴视的朋友去玩 那你刚刚说这两只都有人问 OK 他就是想问2217、2252和9956 就是刚才说的那只新股 他说现在本身股 近期表现有改善 现在可以怎样部署 其实我看你是不是形容为改善 我觉得是因为街上没有东西炒 所以大家看到幅图英俊 没有蟹货 就冲进去 2217就是很好的一个示范 那来到这些位置 3.33元 在招股价穿 你就离开了 现在跌上去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破到顶 你想想 淡仔在他上市的时候潜水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不行 那些数据又不行 怎样突然上来 想想 其实这个月里 你觉得淡仔姐姐好多吗 不会的 都是这样的 亦都证明了 真的是炒供求而已 所以是3.33元 2252 我想你看着那只大羊竹 下面的低位 大概48左右 我觉得这只羊竹 应该不穿 但是如果再穿的话 整幅图就会避养了 所以 我想如果你真的入场的话 就看着48元的带位 是 好的